你好 欢迎收看全球新观点 2022最终大事件 联准会的利率决策终于底定了 好 你不要看今天台股 不要看今天亚洲股市好像平静无波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可是全面炸了锅 还有华尔街的投行 华尔街的研究员们也全部乱了套 为什么 因为这一场的利率决策里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意外 有什么意外 第一个是不如大家原先所猜测的 转为鸽派 第二个意外是 美国股市虽然大跳水 可是你去看其他的金融商品金融市场 没有什么动作 这是让大家很好奇了 既然阴的话 为什么只有美国股市跳水 其他市场没反应呢 好 所以我们一块一块来看了 先来看看在利率的部分 当然一如市场上面的预期 是持续做升息的 升息幅度为两码 把这个利率 这一次的利率调高 来到4.25%以及4.5%的这样的一个区间 这是15年来最高的水准 那重点在于调高两码的幅度 是有下降的 可是我们新观点前面也早就跟大家预告 沙盘推演 这一次调降大家早就猜到了 所以这不是这一次的会议重点 重点是未来呢 未来能不能够转为鸽派 或者是说随着时间开始慢慢的推移之后 甚至还能够降息呢 但实际上来看看 整个点证图还有联准会主席的说法 点证图一出来 就让当然美国股市急沙跳水 因为点证图当中透露出了端倪了 几乎所有的官员们一致鹰派立场 只有极少数极少数的人 投票认为明年的终端利率 向上推升要压在5%以下 大多的人17位的官员 都认为应该要高于5% 甚至还有7位的官员 这认为最终最终的目标 要升高到5.25% 所以平均下来中位数是5.1% 这相当意外 要知道9月份的预期 点证图出来不是这样 一口气拉升到5.1% 那是相当激进的一个调升预期 再者是因为前一次 还有一些过程当中 联准会官员多空的一个说法之下 市场也认为大概最终的利率 中断利率就顶多5% 了不起就压在这里 但是没想到这次的点证图 而且是几乎所有的官员们 一致的认同 超过5%了 这就是市场上面意外的一部分 所以让昨天美国股市是呈现大跳水的情况 另外就是联准会主席鲍尔 他的谈话 他的谈话大家也在期待 是不是至少能够态度松软一点 虽然一致性大家都认为 中断利率往上调高 但是5.1%也有可能 不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 所以大家寄望着联准会主席 能不能够示出一些比较软化的一些说法 但实际上他出来讲 表明了一定要看到通膨确定往下降 才有可能会把立场或政策 限制性的政策做改变 他说到一段时间之内 可能会继续采取这样的一个限制性政策 言下之意就是什么 言下之意就是明年会继续升息啦 而且明年升息这样的一个高水准高水位 可能会持续好长的一段时间 有可能会持续2023一整年 因此这样的一个说法解读 大家都认为相当相当的鹰派 要降息不可能 至少要等到2024年才会调降利率政策 所以就让美国股市呈现大跳水 可意外的是 如果你再去翻看 美国公债殖利率的部分 竟然是往下走降的 表示有人前进美债 美债的价格是在拉高的 还有就是美元 美元的部分在美国联准会这样的一个说法啦 还有点证图等等的公告出来之后 一度是有向上做反应的 因为鹰派嘛 因为要收资金嘛 所以在美元的部分一度是有向上急拉的 可是随后呢 最终中场竟然是收在盘下的 这部分就让华尔街的一些研究们相当意外了 什么样的原因 除了美国股市 其他市场竟然平静无波 好联储会不是鹰派吗 鹰派的反应去哪里了呢 好所以有两大原因 今天新观点帮大家追 第一个部分就是 大家对于终端利率的部分 好终端利率刚刚虽然讲了 联准会现在也出来暗示 一致的官员都认为一定要继续的来强硬 好把这个限制性虽然也许不会很激进的步调 但是终端利率会调高到5%以上 而且可能会持续好一段时间 但你知道吗 其实后来有一些分析市场上面的调查 联准会就这样预告高点 可是实际上大家还是在赌 赌有可能明年最终的终端利率会往下降 至少到年底立场就会提前改变 为什么 华尔街机构都说了 联准会这样的一个鹰派升息之下 会让经济明年面临大幅度的衰退 所以其实场中还是有很多一派的资金就在赌 你虽然讲话讲是这样讲 但如果明年的经济真的开始衰退 你能不改立场吗 所以其实昨天在调查当中 大家有一部分的人就在赌 可能 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的说法 最终的利率可能在年中年后下半年 有可能就会提前转为鸽派 转为降息 这是第一个 所以在昨天美国公债也好 或是美元也好 没有激进的反应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联准会主席的说法 有人关注了前半部 前半部就是他预告 预告明年会继续升息 预告这样的一个升息 高水位不会轻易做调降 但其实还有后半段 很多市场上面没有注意的后半段 后半段就是 很多记者就开始去赌麦 问了联准会很多的问题 其中就是通膨目标 好联准会主席就说啦 通膨目标一直都是2% 我们就是要把通膨逐步的降低 降到2% 一直这样的立场 一直一直没有改变 可是随后他又支支吾吾的说 当然还是会再去仔细的来研究 这是一个长期工程 就是这段话被一些人 开始拿出来放大做解读了 什么叫长期工程 那意思就是说你未来 现在也许不会改变 但未来会回头去研究通膨的问题吗 会开始放宽通膨的目标 不要只坚持一定要把通膨压到2%吗 有没有可能开始放松 有没有可能3%也可以 或者是再高一点点 都是可容许的水准 如果通膨目标不要再坚持压到2% 开始往上做放宽 那是不是意味着联准会很有可能 就没有必要再这么的强硬升息 没有必要再持续升息 或是维持好一长一段时间 这样的一个高利率水位呢 所以有人把会后联准会主席 跟记者们的互动后半段这段话 通膨目标的这段话 这长期工程这4个字 拿出来放大解读 而且是鸽派解读 那确实另有一派的市场 也开始在呼声认为 不要再坚持那所谓的2%了 真的没有意义啦 你要想现在通膨的数字 还有达到7% 还在7%还在7字头 要把7字头的通膨 一口气降到2% 你需要花多大的力气 那肯定会牺牲很大一部分的经济嘛 你要让通膨降到2% 那势必明年的经济衰退 是难以避免 而且可能是会非常非常严重式的衰退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在呼吁 联准会主席也好 这个联准会们 应该把通膨的目标做放宽 哪怕最好是放宽到3% 大家各退一步 有些人就认为算一算大概3% 彼此不管是在民生就业经济上面 都是可以容忍的一个范围值 这样的目标对于整体经济 才会更有帮助 美国联准会虽然放缓升息步伐 宣布12月升息两码 来到4.25%至4.5%区间 不过打通膨决心不变 对利率预期依旧应派 预估明年利率将来到5.1% 也就是至少还有三码要升 联准会既想要打通膨 却又想避免经济严重衰退 采取减少升息幅度 拉长战线的策略 也让市场出现怀疑声浪 联准会坚持让通膨率降回2%的目标 是否真的有必要 殖民避险基金经理人艾克曼认为 去全球化趋势势必会抬高成本 通膨率要到3% 才能促进经济长期成长 联准会背负公信力压力 包尔坚称不会放宽目标 但就怕通膨越拖越久 最后可能不得不做出调整 今年以来联准会已经升息17码 鹰派立场始终强硬 加剧衰退恐慌 华尔街新债王钢拉克也表态 认为通膨率下滑加速可能面临失控 认为联准会不该继续升息 记者庞香爷林佳寅综合报道